相信近來很多朋友都莫名覺得自己綠綠的 當然不是說你們的另一半背著你們不知道做了什麼 畢竟你們都沒有另一半 而是因為最近的基金真的跌到離開大嫂 就好像由鐵達利號轉頭 一下子跌入馬里亞納海溝一樣直插到底 真是You jump I jump 基金跳水我跳樓 每晚12點過後 當我們睡落床 準備看看不知道今天基金有沒有升到呢 然後打開基金頁面的時候 都好像打開了一部恐怖片一樣 有一講一 我覺得我們買基金以來 這一路的艱辛與眼淚 絕對可以拍一部大時代二 我知道絕大多數的朋友都跟我一樣 作為一個平平無奇的打工人 一直都忙於打工 很少接觸投資 所以我們一開始 聽到身邊的朋友叫我們買基金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拒絕的 因為我覺得 你不可以叫我買就馬上買 第一 我要看一下 我又不想在一個基金買完之後 多了很多幻想 那個基金 不斷升 賺很多 一夜暴富 然後我老婆一定會罵我 根本就沒有這些基金 投資有風險 入市虧謹慎 這句話 我們從小聽到大 最重要 我們都沒有錢入市 所以 當我們聽到身邊 有人又在討論基金的時候 我們內心毫無波難 甚至覺得他們有些吵圈 我買的醫療雞和白酒雞 真的升得好行 我買的互聯網也是 昨天一天就升了六個點 不如你們小聲一點 吵著我還巴鼻 基金升了那麼多 巴鼻還了嗎 你還了就閉嘴吧 為甚麼我們可以這麼謹慎 因為我們輸不起 虧幾元我都可以心痛一年 現在你跟我說 可以虧幾十甚至幾百 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聽見到心痛 不過 心痛要痛一年 但是心痛只需要一瞬間 當你聽到大家買基金沒有蝕之餘 竟然還賺很多的時候 咦 剛剛換了一部新iPad 咦 連阿奇都換了一部新iPhone 真是心痛不如行動 雖然錢不是萬能 但錢真的很吸引人 總會有那麼一個時刻 你會覺得你要出散 你要入市 但入市之前 當然要先收一下風 看看哪隻基金最近風評好一些 唉 我兩隻互聯網基金都掉了 買白酒吧 白酒最近升了很多 但是白酒 無緣無故升這麼厲害 我有些歉 買醫療吧 要不是半導體也可以 等我再看看 接著再經歷一番激烈的心理鬥爭 究竟買不買好呢 辛辛苦苦存了那麼多錢 買了萬一跌 不是很傷嗎 但投資肯定有風險 而且基金不一定會跌 可能會升 買它 雖然買了可能會升 但不買絕對不會跌 那不跌了 不就不會虧 不過錢放在這裏也一樣是貶值的 到時候通貨膨脹不是又是虧 買它 不是的 就算通貨膨脹 我都可以拿筆錢去做其他東西的 不一定要買基金而已 你拿錢去買遊戲不香嗎 我還有幾百個遊戲還沒玩 那沒事了 要不要再觀察一下 但現在基金升得那麼厲害 再不上車會不會來不及呢 買了再說吧 接著又買了幾隻基金 前幾個月都還好 因為那時候的基金是有得升的 是不是已經覺得有些仿如格勢呢 當時我們多麼風光 基金升了一點 我們就開奶茶慶祝了 媽媽喝不喝奶茶 喝奶茶這麼有錢 還好吧 基金升了一點 我又賺了一點 喝完奶茶還剩下一點 沒所謂 哦 賺了很多 哪有 不過真的 我覺得你可以買多幾隻基金 分散投資 所以理財真的很重要 當時基金一勝 我們就會覺得自己是天選之子 投資小天才 金融小巨額 甚至是認真考慮過 凡正我們的天賦 要不要轉去全職炒股呢 打扮這樣的牛工 有鬼前途嗎 小炒買樓 大炒買幾等樓 再大膽一點 新一代古神 懷疑街之狼不是夢 而大家依然能夠看到 我在這裡做節目 就知道 夢 始終都是夢 輕有不測風雲 月有陰情圓缺 人有三衰六旺 基金有升有降 其實都很正常的 但是跌倒幾隻 都是我買的基金 是否很不正常 當我們第一次看到 全部基金都是綠色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安慰自己說 不要緊 技術性調整而已 當我們第二次看到 全部基金都是綠色的時候 不要緊 技術性調整而已 當我們第三次看到 全部基金都是綠色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是我 發生了什麼事 有沒有搞錯 那種心痛的感覺 就好像你喜歡了一個女神很久 你覺得自己襯不起她 所以一直默默在她身邊守護她 然後突然有一天 發現她跟一個 跟你差不多高 跟你差不多醜 甚至性格做不夠你好的男生 在一起 明明你可以擁有一段美好的愛情 但是當你發現的時候 已經永遠地失去一樣 嘩 真的很痛 但有失也有得 雖然你的基金跌了 你的錢少了 但是你會收穫很多金融知識 你會開始主動去了解 什麼叫對沖 什麼是補倉 什麼是抄底 大家還會一起討論 也不知道多積極 平時開會 想不出 不如大家說說有什麼想法吧 你們不說話是什麼意思 在想 一問 你的基金昨晚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不用這麼悲觀 一定會反彈 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反彈 跌得好啊 這個時候最適合的就是抄底 你這麼勇 不要問 只要信 一字記之約 抄 我打算買了一部車去抄底 你們有什麼 當年有時候世界就是這麼殘忍 你敢抄基金的底 基金就敢抄你的價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的 總之我買的基金過年之後 還沒升過 一路跌 它直接跌到我最近出現幻聽 我現在周時聽到容祖兒在我耳邊唱 我以前是冠軍 怎會慣 基金有跌運 曾經 也上到最高 逐漸說落谷底的暗 看見未來 雙腳已在鎮 因我說過千真好運 才會受 教訓 終於跌到跌無可跌 賺的錢都虧了 開始虧本金的時候 我們才明白什麼叫做投資有風險 風 都是人家 險 才是我們 你跟別人說 投資有風險 入市虧謹慎 是沒用的 大家都只會覺得 我站在一個風口 怎會有危險 最多不一起撲死 以後應該說投資有風險 輸小當是贏 你進來 就如虧了 賺錢 已經沒有世俗的慾望了 是時候裝飾斷備 買了基金 拿回棺材本 看來這件事 對你打擊很大 沒錯 我現在真的很後悔 我看到身邊的人在試 所以我就忍不住自己也要試一下 接著就上癮了 每天升一些 每天升一些 我都可以幫補家用 接著我就越買越多 然後 然後我 以後我一定會細心革面 腳踏實地 重生做人 我希望可以早日過回正常的生活 其實你究竟虧了多少錢 我 我試了十多元 早知道我放了它 我還有幾十元賺 當然 讓我試好一點 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回歸初心 喂 最近你買了哪個基金 白酒 真的升得很厲害 好 繼續買白酒 我希望你會再次合遇 我 我會再次合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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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追啊 你平時看到喜歡的人發朋友圈 會不會點讚啊 會啊 那你喜歡越遮宜呀 喜歡呀 所有的每天都會點讚的 那你們呢 你們喜歡我們呀 不如點讚告訴我們 我愛你